夏天适合表白 秋天要玩手约会 冬天想厮手到老 春天呢 只愿风风浪浪聊与被聊 那么大家知道 女生被聊时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吗 我曾经看到身边一辈子被男神告白 一整天都飘飘呼呼 以为自己在做梦 时不时拿出手机傻乐 啊 这不是真的吧 她怎么会喜欢我呢 幸福的整个人都在冒泡 身为单身汪的小编 见过最会聊的莫过于Siri了 有一天闲来无趣 对Siri说 我不要你了 Siri说 好的 那我走了 你好 我是Siri 我又回来了 除了你身边 我不知道还可以去哪里 这妥妥的情话小浓手啊 这年头真是手机都如此撩人 我们还有什么活路 汉言 对于脑洞我们比天大的妹子来说 每次被聊后 内心一定会上演一场大战 这一场战争可能是拉茶的王子给公主泡茶 也可能是生化维基之美女与野兽 男生可能只是开始的第一步 妹子便在脑中把剩下的99步全补齐了 没错 妹子们那一本本小言可不是白看的 一般妹子被聊时内心都是放着烟花的 如果男生的聊妹的技术好点 女生们就算对你美好感也会享受和你对话的过程 但是如果被不会聊妹的人强行开聊时 也不免开启吐槽模式 怎么又是这个套路 能不能换点新花样 我都能倒着背下来了 好无聊啊 它什么时候能结束 所以男生的情商真的很重要 要懂得投其所好 才不至于让彼此尴尬 女生思维偏向于感性 表达方式偏向 表达感受 聊天的时候是自由的 发善的 想到哪儿 说到哪儿 欢乐有趣的 聊妹时要抓住女生的这个特点 制造出轻生愉快的谈话氛围 从女生感兴趣的地方开始交谈 往往会事半功倍